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孟柯今天我们又要去什么地方探寻飞翼美食 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在三国当中它曾经是魏国的都城 而且还是宋代五大民谣军谣的发源地哦 我知道了你说的就是许昌氏 没错 其实啊许昌氏以前叫许县 那么在公元21年的时候啊 魏文帝曹丕曾经说过 汉王于许 魏姬昌于许 于是呢就把许县改为了许昌县 也就是咱们现在的许昌氏 你看有了悠久的历史 自然也少不了各种各样的飞衣美食了 而这些美食呢也自然少不了大师的烹饪 是的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大师啊 可以说是非同凡响 他是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沿烹饪技艺的传承人 徐书震 徐老师 欢迎徐老师 徐书震 中国烹饪大师 长沿烹饪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河南省级非遗 长沿烹饪技艺传承人 这是基前的同志们大家好 我男子世世之乡 长远从事烹饪专专业 50年从事烹饪教育专专业 38年 哇 非常的期待啊 当飞仪碰见飞仪 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 首先让我们通过小片 一起来看看吧 在外地是香草家的羊肉汤 对 对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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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岁的杨淑青 做了35年羊肉汤 是家传羊肉汤店的第四代掌门 经过几十年的配方升级和工艺改进 老杨把自家铺子从国道旁的车马店 做到了现在200多平米的羊汤馆 在藏地也是小有名气 不过跟自己的儿子比起来 老杨已经落伍了 老头比较保守 别人只有保护心 要快用 不愿意要用 老爹管理根本上去 装修一般 这些话 儿子可不敢当着老爹的面讲 杨成林是杨淑青的儿子 28岁的他已经有了自己三层楼的饭店 虽然他总是感觉老爹在经营上有些落后 可想起自己店里卖的火爆的招牌羊肉汤 杨成林还是得感激老爹的无私付出 杨家汤馆的羊肉汤好喝 可不单靠香料称的台面 地道的优质食材才是成就一碗好汤的关键 这种附近乡村的散羊绵羊 竹草千禧 运动量大 有着非常细嫩的肉质 在人均耕地 只有一亩三分的中原农村 这种原生态的散羊放牧 十分难得 老杨家处理羊肉的方法 直接干脆 将踢过骨头的生羊肉 分切成四分 揉扯成团 打包入冷户 冻上两天 便于保鲜和存储 在羊肉还没有完全解冻前 迅速切成薄片 只有这样 羊肉才有最好的脉象 每天一碗汤 神仙都不当 仗地羊肉汤的诱惑 没人能 原来给老天干的服务员耍味的 拿过来一向开手 连都不给人干的 吃了败吧 羊汤由羊骨熬制而成 鲜味浓郁 羊肉却是现吃现做 生羊肉爆炒 是羊熟青的独创 比起普通的煮熟羊肉 葱汤 这种又称为 呛锅的烹调方法 能最大限度地保留 羊肉中的营养 充分融入调料的味道 羊肉炒至八成熟 加入骨汤炖煮 小葱的加入 会使羊肉汤更富层次 辛辣刺激的葱花味道 中和了残存的油腻 喝完鲜香可口的羊肉汤 从障地向南15公里 就来到了许昌市区 这座三国时期的曹魏都城 不只有小说里的群雄歌剧 军阀火拼 还有热尽风度熏陶出的独特味道 不错不错 好味道 就拿个一粒的 亚人家想又挺好吃 咱且还不吃 会不会用 至所如此美味的 就是她 一个能随时随地 哼唱咸歌的回族姑娘 到沙家来吃肉 冲的是别致的轻轻 牛肉要先清洗去除血渍 为了便于入味 肉厚的地方还要划上几刀 食材的处理简单质朴 花椒和盐是仅有的腌制调料 有腌和花椒来盐 这样的话 它那个肉是一个春香的味道 肉下到缸里 只是繁琐过程的开始 为了使盐分均匀渗入 每隔一个钟头的翻缸 可不容偷懒 翻到会 它会神奇的 肉也会神奇 煮肉的配料 是沙家牛肉的灵魂 相比于腌制时的调料 要复杂许多 二十余种香料如何配比 是祖上船下的财富 只有沙闪清楚其中的奥妙 相比冬季 夏天的牛肉消耗量不大 可每天仍至少要煮上一锅 将腌制的三天的牛肉 下进循环使用的老汤里 蒙火煮上两个小时 为了使牛肉更加细嫩入味 之后还要改小火慢炖十个钟头 每天四点多的咬气窗 每天都是这种体力活 赶活的时候 我跟老公唱歌 他也爱听 然后我也爱唱 自从五年前 接触了弦歌古乐 沙闪变爱的一发不可收拾 离开了肉案子 他就成了俯琴调整的演奏家 曹魏古城深处 曲声未散 肉香已弥漫开来 长时间出去不吃这个东西想的话 都是家里的东西 非常想 不要听我说 你自己来尝之后你就知道了 我说一百分 你吃来吃后二百分都过来 谢谢 捞肉出锅是最幸福的时刻 别人也说吃牛肉兼肺啊 你知道不这样 你今天就不消磕的话 脱子吃不掉了 谁说我脱子吃不了了 你不如我拽一磕 肥了掉过来我才能吃 我脱子 我还偷吃吗 吃得满足 心里舒坦 哼出的小曲儿足以表达喜悦的心情 从原料到出锅 牛肉的整个制作过程 都有音乐相伴 做一锅好吃的肉 唱几曲爱听的歌 沙沙夫妇的生活 充实而满足 看完片子才了解到 民间美食真的是丰富多彩 你看这就是 飞衣美食的魅力所在了 今天我们要尝到的飞衣美食 徐老师您有给我们 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 河南十大经典名菜 大葱扒羊肉 这个羊肉 看桌上已经准备好了 刚才您还说了 这是河南十大经典名菜 要知道在2018年9月份的时候 咱们郑州召开了 向世界发布中国菜 这其中葱扒羊肉 就入选了河南十大经典名菜 所以今天您也要让我们 尝尝这个经典是吗 对 好 我们开座吧 第一步要不要做什么呢 徐老师 把这个是羊肉呢 采放到冷水里头 跑三十回钟 我们在家里面 买这些羊肉的时候 您给我们说说 传售传售 您都有什么小诀窍啊 这个做盘羊肉的时候呢 一把刷用是羊来欠吞 或者是吼吞 好 那这个部位的羊肉 怎么要判断 它的品质是好是坏呢 主要看它的这个羊肉 它这个是显微的租称 或者这个是羊肉的艳腺 艳腺是水红色号 好 水红色 对 就是这个艳腺都是挺好的 好 在冷水当中浸泡三十分钟之后呢 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徐老师 放到冷水锅里去煮 好 再一次放到冷水锅里去煮一下 对 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它也是去腥 好 再一次去腥 对 看过以后呢 就三十分钟都可以了 好 这里要记住一点 流行性感冒的呢 解释 烧吃 得感冒的时候 尤其是流感 流感 不要吃羊肉了 烧吃羊肉 咱们说话间呢 这锅里面煮的这块羊肉 到底情况怎么样了 三十分钟 已经断生了 好 下面看着干燥 好 接着说到羊肉啊 之所以在宋朝的时候 就那么流行 我们从清明上河图当中 也可以感受到 比如说我们在这幅图当中 就可以看到 街头有72家正店 这个意思就相当于 我们现在的五星级大酒店 这72家正店啊 每一家都以羊肉为主要食材 所以由此可见 这羊肉在当时多么地受欢迎 改盘 改盘 保证它的这个形状完整 对 下面再开始盘着 好 这样上烟味 够一些底味 我们是要再次把这个高汤煮开之后 才能够把羊肉放入锅中 对 让这个汤汁很好地进入到羊肉的内部当中 吸收汤汁所有的香味和营养 这个过程我们大概要等多长时间呢 一般趴菜20分钟 20分钟 这种大火的状态得持续多长时间 大火状态有5分钟就行了 5分钟 然后准备小火收汁 对 小火收汁有15分钟 这就是趴菜的特点 对 这句话我们要不要一起再说一遍 来我们再给大家加深记忆啊 趴菜不勾芡 汤汁自来粘 经过20分钟的趴炙呢 我们锅里面这个羊肉是不是可以出锅了呀 对 好的 把这个盘子赶上去 3 2 1 翻 好嘞 好 来 您手指儿 撑下这个交给我们两个了 这里要加上花椒油 再加上辣椒油 辣椒油 对 好 淋上精心勾置的圆汤 好 谢谢徐老师 辛苦徐老师 过去一见 哈哈 还有一见 我们谢谢徐老师给我们带的第一道大葱 哈羊肉 谢谢徐老师 稍时休息 先来一口葱 这个葱也太好吃了 又麻又辣又香 简直做出了肉味 而且你一定要趁着这个葱还没有嚼完这个葱味四溢的时候再加一块羊肉放到嘴里 哇塞这道菜吃起来你看羊肉的口感无比的绵软而且整道菜呢啊唇香浓厚吃起来简直是一种享受 大葱趴羊肉 第一步先把羊肉清洗干净焯水清水煮至40分钟后捞出 第二步将熟羊肉切成大片和炸好的葱白一起盘在竹壁上准备趴制 第三步锅入高汤加入盐葱姜味精料酒酱油等进行调味 汤烧热后放入竹壁开始趴制 汤汁收浓后即可和盆出锅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来一口吧 老家的味道由真材实料的六个核桃独家冠名播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正在老家甄选平台上售卖的若腔红枣 如果作为一个女孩子你经常在四季都会手脚冰凉 一定要注意要补气血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小萍来看看徐章还有什么样的飞移美食 头碗鸡 二碗鱼 三碗上的大肉皮 这充满诱惑的菜品是特色宴席宇州十三碗的头三道菜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 这种发源于宇州西部山区的美食 只有在娶妻 嫁女 天丁 过瘦的西面上才吃得到 而将肉菜放在最前面 则是对主人家诚意的检验 李慧丽 宇州十三碗主题餐厅老板 为了保持十三碗最本真的味道 十几年来 他的店里从来没有更改过菜品 头碗鸡 二碗鱼 大肉皮 单听着洗面的头三道菜名就足以令人唾液鲜亢奋 可如果你是外地人 来宇州头一次品尝十三碗 那么这第一口下肚后肯定会是满腹狐疑 鸡飞鸡 鱼飞鱼 是十三碗绵延了四百多年的特色 可这没鸡没鱼的洗面 怎么会跟鸡和鱼撤上瓜葛呢 过去都是调解不好 打开的都是买点肉 甚至都是买点肺肉 回家练点练成又超彩 更别说就是鸡子了 二碗鱼就是面做了一个消育的形状 十三碗的头碗鸡 主料是带有鲤鸡肉的猪排骨 在高汤中煮过后 与鸡蛋拌匀入油锅炸 热油能很快将排骨炸透 但高温也同时造成食物迅速湿水 此时蒸制是让肉质重回水嫩丝滑的最好方法 头碗 一带有鲤鸡肉的排骨代替鸡肉 取两个字的谐音 对习惯讨口才的中国人来说 有吉祥如意的寓意 二碗鱼是由豆腐碎 鸡蛋和玉米粉混合后 做成的鱼形面食 寓意是年年有余 曾经十三碗是宇州人的宴席首选 可是最近 李慧丽遇见了一个愈发紧迫的问题 令她陷入苦恼 骨客也有一部分过来颠菜了 说你看那这鸡 那这是排骨 那这不是用的鸡子 然后那这鱼也不是真鱼 那要不要就是换掉 换成真鱼 鸡子和鱼 对于是否用真鸡真鱼制作十三碗 多年来 李慧丽一直犹豫不定 她打算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 向爷爷寻找答案 你感觉着吃鱼是不是 还是过去那种味道好呀 你感觉着 那是嘛 那过去老味道 那是 那是味道学好的 爷爷的话 李慧丽心灵神会 不久就是爷爷96岁的生日 他决定按照老家的传统 用十三碗做爷爷的寿宴 十三碗的味道 取决于最后汤水的调配 各种调料的配比不同 味道也会千差万别 多年来 菜品没有变 口味却在与时俱进 每次调整配料 李慧丽都会亲自品尝 直至找到满意的味道 排骨所有肉都炸掉了 炸完了 大家这沫是不是量的差不多了 这个炸的油加热碗子吗 为了中午的寿宴 店里整个忙了起来 十三碗的主料是 猪肉粉条和焖子 焖子是宇州特色 在高汤中加入调料粉 下入干硬的红薯粉条 淀粉糊受热后 归室 第四碗的酸菜 就是男方和女方见面了嘛 就是吃了这酸菜 都是定住了 三十了 第四碗酸菜就是 比方男方和女方见面了嘛 就是哎呀 吃了这酸菜 都是定住了 三十了 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发出新的生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许老师 这个第一步呢 因为咱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命活 不能烤 我把这个肉鞋利用命活就烤过了 烤了一下 把这个皮面烤嚼它 通过烤之后 这个碗皮儿烤嚼了 利用水一跑给它刮下来了 这鸡背上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皮儿烤一波烤一波 水炸出来之后呢 它这个是酥的 我得这道菜更加期待了啊 好 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下锅煮汁咯 下锅煮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一块五花肉放到锅中 煮至30分钟 对 好 经过30分钟的煮至呢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块五花肉烙出来了 哎呦 这表皮可是特别的好看啊 我看您在把它捞出之后 还开始准备配料了 下面上锅蒸 蒸锅已经准备好咯 好 谢谢啦 需要蒸制多长时间呢 徐老师 30分钟 好 接下来我们就静静地等待30分钟 那这道菜呢 其实啊 它的来历还要从 长元烹饪博物馆当中 收藏的一份文献来说起 好 这份文献呢 叫做明末清初 为名人正要服务过的 长元级名厨名露 其中呢 排在第一位的叫做王鹏舟 想当年啊 这个王鹏舟作为御厨 他得为皇室的胃口来负责 于是呢 有什么好吃的 必须让太后和皇上来品尝 于是呢 慈禧太后 可光绪帝 就吃到了这道炸紫酥肉 吃完以后是大家赞赏 哇 那么从那以后流传至今 成为了玉菜的十大名菜之一 哎 所以想要入选玉菜十大名菜 还不是谁都可以的 那当然了 哎 经过30分钟的蒸制 我们锅里这五花肉 是不是可以了 可以了 终于可以出锅了 哇 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咯 好 你看这个颜色呀 哇 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透亮了 嗯 那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徐老师 哎 下一步把这个肉放到 把它放到厨房用纸上面 吸除它多余的水分 对 对 让我猜一猜吧 一般先把水分给吸干 下一步就是为了炸 对不对 对 哎 顺废西盖了 它的碗门要刮上一层 薄薄的糊 穿上一层薄薄的衣服 锁上它的水分 对 让它口感更加软嫩 而且您选用的是蛋清 蛋清 嗯 淀粉 好 已经给它穿好衣服了 现在可以热油了吗 可以热油了 好嘞 这个油温要需要什么样的程度呢 透一下锅需要五成热 就是150度左右 好 好 第一次炸制 按照今天的这块五花肉为例 大家记住了 要十分钟的时间 一样要大到是 这个屎黄色的时候 也就是 屎黄色 哦 给那个屎子的热 屎黄色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采用的是 冲炸的法 也就是复炸 第一次去炸的时候呢 为了叫它标面耿酥 它得用点醋 哦 白的 白醋 因为这个醋啊 一放到这块五花肉上面 就发出噼里巴拉的声音 好的 带到这个油温达到咱们徐老师要求的六七成热的时候 油面开始翻花的时候 然后再一次把这五花肉放入到油锅当中 开始二次复炸 是的 在这儿呢也有一个炸肉的小诀窍 就是今天呢我们炸这块五花肉 硬五花的时候采取的是二次复炸 那么在炸之前第一遍我们上了一层姜 第二遍我们上了一层醋 目的就是更加的酥脆 让它的口感更加神刺烤鸭而远超烤鸭 简单控油 放到案板上开始改刀 对 太香了 哎哟哎哟 既有韧性 又非常的焦脆 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叫不是烤鸭 胜似烤鸭了 它比烤鸭的这个质感呢 要更加细腻和细滑 因为里面呢有猪肉的这个肥肉的部分 我们经过炸这个基本上可以融化在嘴里面呢 这个肉吃起来外焦里嫩肥而不腻 而且搭配上这些配偷吃起来 口感非常的多元化 我觉得这道菜啊一定要被评为 经典玉彩必吃不吃后悔系列之 No.1 炸紫酥肉 第一步将五花烧皮洗净 放入清水中煮至熟透后捞出 第二步将五花肉与葱姜 花椒 料酒 酱油等拌至均匀 上笼蒸制三十分钟 第三步将五花肉挂蛋清呼 油温五成热时进行第一次炸制 表皮发酥时捞出 撒上白醋进行第二次炸制 肉成紫红色时即可捞出切片 成盘享用 喝口水解解腻也让我们解解渴 这个环节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老家甄选平台正在售卖的 温线卤土山药制作而成的山药碎片哟 如果你的脾胃比较虚弱身体能经常感觉没有力量的话一定要多吃山药 这是用地道的温线卤土山药15秒钟低温恒油炸制而成 非常的健康 一款及时美味健康零食必不可少哟 所以大家还等什么呢 赶紧开始扫码下单购买吧 现在扫码进入还有海量的红包 随机发送下单历检 赶紧开始买买买 刚才啊这第一道菜 徐老师给我们带来了经典十大名菜之一的葱爬羊肉 这第二道菜让我们品尝了不是烤鸭 盛似烤鸭的炸紫酥肉 而第三道菜 徐老师又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 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 一起来看看 每年的五到八月 位于商丘北部的黄河故道 变成了绿色的海洋 这片摇曳生姿的水草 滋养着一种野生的食材 野生记忆 它是制作商丘特色名吃 陈家遭遇的最佳人 清新的环境 新鲜的空气 让陈川和妻子 有种脚踩土地 头顶蓝天的踏实感 处理干净的际鱼 开始下一道工序 晾晒 我们下期见 要求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甜菜根里提取的甜菜素与蜂蜜混合 均匀地涂抹到晒干的鲫鱼身上 红色的东西就是其表记作用 你看比如这条鱼 这条鱼这个烟色耍上了 以后它扎出来就是紧黄色的 如果这个没耍上的话 它扎出来就是白色的 短暂晒晒后开始油炸 当地做糟鱼分为油糟和水糟 但油糟是最传统的做法 不仅可以去腥 还能将蜂蜜的香甜锁在鱼肉上 鱼皮变为金黄色就可以捞出 炸好的鱼放入锅中开始焖煮 炸好的鱼放入锅中开始焖煮 葱姜以及精心配比的大料包放于锅底 再将鱼一层层的码好 马鱼看似简单却大有说法 将炸好的小鱼整齐摆成一个圆圈 大火烧开以后再加入配制的调味料 温火慢微三个小时左右才能出锅 锅开之后然后把那个料味把它熬制出来 让这个料味散出来这个料味 然后缩到这个鱼杆上 吃完之后满口都是鱼香 现在就是枣鱼就是我们主油 就是美油其辣类 其辣类产业可选 就是断掉这个后路 一定要做好 回归田园 抛却城市繁华 陈川和妻子李娟 享受制作糟鱼的乐趣 心无杂念 专心于仪式 遭遇的香味越发浓郁 其实看了这个短片 我们非常的有感触 特别感谢像陈川这样的年轻人 为了更好的传承飞遗技艺 放弃了很多 我们也谢谢他们做出的努力和付出 相信我们的飞遗美食 在年轻人的手中 也能焕发出新的活力 异菜当中 我们经常以鱼作为主要的食材 我们节目当中也见过很多次了 不知道今天您要用鱼 给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风味呢 徐老师 希腊鱼 希腊鱼 对 好 咱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把这个鱼格格齐了骨尾 手尖一下 妹妹仍改改刀 对 而且我看您今天选择的这条鱼 大小也非常的有讲究 就是酸酸一斤板到一斤板凉 刚才听徐老师的一番介绍 我就误出门道了 这个希腊的名字 是由黄河以西那些地区的辣味 融合到了咱们这道菜当中 所以叫希腊鱼 作为贺奈 烂天本县 东山希腊 都节俭 所以碗底烂等贺奈吃饭 都能吃顺口 都能吃顺口 它是一个融合味道 是的 今天这个菜更偏西边的口味一些 对 有些辣 说话间呢 您已经给这个鱼改完刀了 这个鲜菜再开始煎 好 好 今天你选用的油还不一样 选用了猪油 对对对 为什么要选择猪油呢 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猪油减出来 这个糖质呢 它比较咸 它比这个质物油 比辣要好一些 这个猪油啊 这个猪油啊 其实还有药用的价值 它可以补虚润燥 特别是在夏天吃猪油 是非常有好处的 是什么样的热度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鱼放到油锅当中了呢 基本上是180度 好 在这儿 这如果是油纹炭底咯 它这个玉皮用于粘锅 好 好 我们把这多余的油给控出来之后呢 把咱们备好的葱姜蒜 还有干辣椒 放到锅中开始爆炒 对 焯香的 焯出味道 然后加糖 把这个木耳 也放进来 好 撕一下 配了一些木耳 我们现在开始改刀配料 咱们在炖鱼汤的时候啊 会发现有的时候是清汤 有的时候是浓汤 这是不是跟这个鱼煎没煎过 是有关系的 这个清汤跟浓汤啊 它关键是底下这个火的问题 哦 是火的问题 如果是煎好以后 用小火 这个糖它是清的 哦 如果煎出来以后 这个 用大火 用大火 它这个糖是浓的 哎 现在是用酱油 酱油 来调了一个色 调谁 嗯 哦 再次放入少量的白胡椒粉 胡椒粉和醋 和醋 我们怎么判断 这个鱼已经熬煮得差不多了呢 你看它这个肉 已经焯底下塌了 哦 已经塌下去了 就差不多了 哇 哇 嗯 这个鱼肉真的就一个点香 而且呢 虽说是希腊鱼 可是鱼肉却并没有那么的刺激和辛辣 这道菜呢 喝起来这个汤啊 酱辣口 可以说是肉好吃 汤好喝 何乐而不吃呢 非常感谢徐老师 今天来到演播室 为我们带来三道美食 谢谢 那么徐老师呢 谢谢 是非宜的传承人 来参加老家的味道 非宜专场 可以说是非宜 遇见非宜 变化的是食物的不同风味 不变的是生活带给我们的不同滋味 没错 徐老师 您有什么想跟我们大家伙说的 这个我作为 唱远彭日记忆的这个串通日 我们这个是唱远彭日职业技术学院的 是贺耐生非议的串通基地 所以欢迎大家来 这个是早唱远彭日职业技术学院 学技术 学知识 学文化 谢谢 谢谢徐老师 也谢谢徐老师 几十年如一日啊 在徐菜行业当中的坚守和传承 为我们徐菜培养出了 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力量 我们也要谢谢全国各地 所有的非宜传承人们 为你们点赞 希腊鱼 第一步将准备好的鱼 解花刀备用 第二步将锅烧热 放入猪油化开 开始煎鱼 鱼肉两面金黄时 下入葱姜蒜 干辣椒进行炒制 第三步加入鲜汤 冬笋 木耳等配料 开始炖制 待鱼熟后 用醋 胡椒粉等进行调味 美美即可出锅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 正在老家甄选品牌 销售的 蓝川印象高山玉米汁 哎呀 这个壳起来啊 口感是更加的黏腻香醇 早上喝上一碗 它 哎呀 一天的圆形都是满满的 一天的圆形都是满满的 谢谢观看